要做变化 其实第一个 当然比如我找那个武汉肺炎或者是新冠肺炎关键字 然后这边可以找到趋势图 不过它有些已经做好了 有没有 像这个图还做得蛮清楚的 趋势 这个是第几周 2020的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前面好像都蛮平缓的 到这一周好像从国外人很多图案暴增 不过慢慢又往下 当然这个地方如果用趋势图 如果用折线图的话 可能会更加的清楚 你看它用长条图其实也可以 只是说感觉上可能还是没有折线图那么清楚 其他的话你可以发现它还可以按照地图分布 颜色用颜色来看待 如果绿色的话表示是越安全的 红色的话表示确诊人数最高的 目前最高的应该是台北市 所以你可以看到桃图也是红色的 所以可不可以小心一点 然后其他的话 它这边其实也可以让你下载 有没有 这边其实它有一个隐藏版在这里 如果你要下载什么 下载以上档这边也有 然后你也可以按照年龄跟性别 地区近两年的 不过我发现这个好像不是最新的 当然你可以下载一下 这个也可以拿来做 地区时间重计表 它这个已经是做好了 所以你也可以拿这个来做练习 这个的话你可以把它打开 这个其实按照区域 但是你可以把不要的列 不要的蓝删掉一下 比如说它就按照1到4月份的统计 或者你也可以按照合计等等 自己再去把这个图做个变动 然后拿来当成是 我们刚刚那个简报里面的图表也OK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拿它线上给的这资料 我刚刚有把它下载一下 这个是每周跟每月 比如说我们近两年每月的统计好了 没有 这个没有 好像每周的才有 所以按照周 然后下载下来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打开 各位可以看到 它给的那个档案名称是什么 CSV XLS是Excel CSV的话是类似像 Excel的一个档案格式 可是它跟Excel不太一样 它里面 它实际上是一个文字档 我把它点两下打开 给我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将来如果说你打开之后 发现是这样乱码的话 怎么办 OK 教会一个简单的方法 如果未来你从网路上去抓那个什么 CSV的档案 应该这个 其实这几个 你可以按右键 把它改成用什么 用编辑的 编辑做什么 其实如果你编辑之后你会发现 打开来会不会是乱码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它就不会是乱码 主要原因是因为 其实目前你把它另存新档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那个什么 我们现在Excel 它的编码方式不能用UTF8 如果你用UTF8 就一定是乱码 如果说你要让它不要是乱码很简单 你只要把UTF8 把它另存新档之后 改成ansi 按存档就可以了 特别之后一定要改ansi 按存档 然后要不要取代把它取代掉 取代掉之后 我再重新开启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就 不会是乱码 所以如果你们要做 那个什么 这个 这个新冠肺炎的统计的话 可以直接拿这个来做 但有同学说 老师 这个资料怎么这么多 Ctrl向下 总共293 因为它这个好像资料没有更新 它是 总共是293列的全部资料 而且它按照什么 按照 2012年的周 哪一周 的确诊在哪一个县市 哪个性别 然后呢 是否是境外移入等等的条件 来做 一个 就是直接给你这个原始资料 但未来如果说你要把它变成一个 图表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你可能要另外使用一个工具叫插入 这个东西 枢纽分析表 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我们 PowerPoint可以用的资料的话 可能你要学习用什么枢纽分析表 这边最后我们下个单语 也会特别讲一下枢纽分析表 因为这枢纽分析表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将来不会用枢纽分析表的话 可能有些报表你是做不出来的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按照 县市来统计的话 你一直接 把游标放在这个 这个范围 资料范围里面 二的话你就按 插入枢纽分析表 按确定就可以了 他就 帮你选范围 然后如果说你今天想要统计哪个县市 如果用这个资料 有没有办法快速知道说哪个县市 的 确诊能数最多 怎么做 其实非常简单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可以从右边这个范围 把县市 拖拉到列 再把县市拖拉到值的话 其实答案就出来了 我作为自己看到县市 拖拉下来 县市 县市再放在列 县市 县市 县市意思是说 把所有的 出现的 县市通通帮我做 康 就是加总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确诊的数量就出来了 按照什么 按照县市出现 那 再来的话 不过有同学会说 那 可是我想知道说哪个最多哪个最少 那最多的帮我排上面 最少的放在下面 怎么做 很简单你就排序一下就好了 切到资料里面 把它按一下 z到a 马上出现了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按照排名的话 当然以人口数来看 当然不意外 因为台北市人最多 所以确诊人数也最多 其次当然是新北市 再其次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 不过好像少了一些 以那个人口的 比例上看起来好像似乎 就相对的没有像台北跟新北这么多 OK 不过就有同学会说 可是我现在不是想要知道县市 我想要知道哪个性别 确诊人数最多 是男生比较容易得病 还是女生比较容易 得到这个病 其实很简单就把县市拉到上面 其实就删除 那把性别拉到这里 性别再拉到这里 马上吃到了 哪个性别比较多 有没有发现 好像女生会多男生一点点 OK 类似像这样 另外的话如果你想要统计什么 统计一样 所以如果你要统计年龄 目前 哪个年龄层的人 得病的 最多 一样 年龄层 把它拖拉下来 你会发现 再按照什么 按照排序 有没有放这边 排序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染病最多的 哪个 哪个年龄层 这些年龄 刚好第一名就是20到24岁 48个 这些人到底是 为什么会得病呢 应该是境外的 可能前一阵子很多留学生 因为他们现在学校都停课了 在学校也没事 而且在那边也没有 你想买口罩也买不到 你想买物资也买不到 所以很多父母亲都会希望说 你们赶快回来 结果大家一起回来 然后刚好坐长城飞机 就很容易就中了 OK 所以 请各位也许试一下 我刚刚的 我再把中的 因为 你如果要利用那个人家给你的资料 恐怕你还要知道几个讯息 第一个 我这个是找那个 你找那个武汉肺炎或新冠肺炎 Google一下 然后就会找到这个叫什么 传染 或者你找这个 传染病统计资料查询系统 OK 然后我是 点击旁边这边有一个下转 每搜的这个部分 也许你们可以试试看 但是他会给你一个CSV档 打开之后会是乱码 那怎么办 我刚刚讲过 如果他这个出来是乱码的话 那记得你可以按右键 把它编辑一下 或者直接开启 用那个什么 用记事本也可以 然后把它另存新档的时候 存成这个编码方式 一定要是ANSI 再用那个CSV开 就不会是乱 这可能第1个 第2个的话你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CSV里面的那个 书纽分析表 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还有你们想要知道什么的 比如说什么 这个病名都一样 确诊年月好像也差不多 是否为境外移入 看一下 境外移入的多少 比例看一下 试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是243 然后 然后 可是如果说你想要知道百分比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这边箭头点一下 然后10的栏位设定 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10的显示方式 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总计百分比 本来他没有计算 你可以把它改成百分比 这个时候就可以马上看到 境外移入的比例 83% 所以也就是说 10个里面有8个 其实都是从外面带进来的 OK 所以如果境外进来的可以控管好 不要再传给我们境内的人的话 其实我想这个疫情相对的 也会受到 比较好的控制 因为最近我发现新闻里面 台湾这个名字已经慢慢变成一个 热门的关键字了 最近好像连 因为我看中午新闻连谭德塞都说 台湾霸凌他 昨天好像比尔盖茨也说 美国应该要跟台湾学习怎么样防疫 连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就是 那个什么 最早是世界首富 就微软的创办人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讲 主要利用插入这个 枢纽分析表 就可以做一些统计 枢纽分析表 我们下一个阶段 我们会在讲有关枢纽分析表的这部分 所以 下一个阶段我们是做 Excel部分 这个题目里面 这边你们可以看Excel 2016 这个题目里面 第1类是 函数 简单的 然后第2类是编修 第3类的话也是我们会讲到的 就是统计图表的建立与应用能力 就跟我们现在做的也很有关系 里面的话 就有一个部分是 讲到有关书纽分析表与图表的部分 这个目前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以后 只要 要做一些统计的话 统计分析大概都会用到这个工具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你做完的东西 一样可以复制 一样可以贴到 Powphone里面 所以 书纽分析表做完了结果 马上也可以用 另外的话 书纽分析表里面 也有一个叫书纽分析图 也是马上可以汇释出 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枝条图 或者是 看你要是折线图 或者其他类型的图 其实都也可以做得出来 请各位试一下这部分 因为我觉得 PPT要结合Excel 这部分其实是相当重要的 PPT要怎么样能够让人家一目了然 其实 我是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图 现在有个专用就是视觉化 让他可以一看就知道说 哪一个 资料呈现出来的 高低 或者是说 它的分布情况 或者是说未来趋势 这样的话其实 就可以 不需要说因为文字叙述 也可以了解说 一看图就知道 就像说你如果把 最近的数字大概看一下 到底 欧美的疫情有没有得到控制 你看那个趋势图就知道了 数字有没有一直在增加 你大概就知道说 他们这些控制的状况是如何 现在 感觉起来 在台湾 如果比较起来的话 是真的控制的相当的好 OK 请各位 试一下 把刚刚我讲的部分 试一下这个部分